作为业内颇受关注的策略分析师之一,交银国际董事总经理,研究部主管,首席策略是洪浩很多关店令市场印象深刻,曾预测到2013年6月前荒,2014年后杠杆牛市,也提前预判2015年6月后的泡沫破裂,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,是在2015年5月底和6月初, 红浩发布报告5到30,以暴跌纪念暴跌,可伟大的中国泡沫,800多年历史得的领悟,直指当时市场明显是一个泡沫,未来6个月将是一个泡沫破灭,的关键时间试穿,成为当时少有的刺耳生业,同让红浩文明于行业的,还有其永远赢成四点。 不论几点水的特殊生活习惯,以及其报告中特有的学术味道和大量图表,时不时会让读者论不清,只是那方报告还是学术论文。 在这两大广为传播的个人测钉中,前者常被用来说明红浩的情本,后者则用以说明其报告风格的读书一致。 红浩如何看待2019年的A股行情,底部特征是什么,如何看待价值投资,采用什么的分析方法。 投资者现在应该做什么? 日前,红浩在香港接受了券商中国记者的专榜,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回应,明年展望,超900点的宽幅预测。 担任卖方本习师超20年的红浩,习惯于同时发布中文英年报,一般是先写英文版,再手动翻译成中文,这么做是因为英文写比较快。 不用拼音选择,尽管中英文版本都是同一份年报,但对于只是快速浏览的读者来说,英文年报的语言往往更为直吧,中文年报则更有意境,后者也往往代表着语意的韩式。 以红浩2018年的展望报告为例,该报告中文版标题,无限风光。 只看标题可能会以为这还是一篇乐观报告,而忽略了报告中给出的上证指数运行区间,是2800点至3900点。 2018年约一半以上的时间,上证仍将低于目前的3300点。 在当时乐空的市场氛围中,这一属于保守预判,回顾2018年展望,红浩对券商中国记者表示, 去年我是非常悲观的,中文报告标题是无限风光,重点是使略掉的三个字在显风,如果看英文版会更明显。 当时的标题是We're France Pick,用了Pick进个词。 同时,红浩也在一份报告中直言,由于我们没有充分考虑到贸易战的影响,仍显得过于乐观。 对于2019年,红浩发布的年度展望报告标题是,2019年,峰回路转,英文版标题为Turning a corner,在文中给出了超900点的宽幅预期,认为在2019年,上证指数的交易区间在上低于2,000点到2900点之间,至少6个月以上运行于2,350点上方。 但出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,想法股市将跑出。 这样一个多达900点的宽幅预期,本身就代表着分析师对于后市的高波动预测。 红浩认为,这个区间并不算大,相比上证指数18年的波动幅度1200点左右实际上已有所收敛。 之所以给出这个判断,是因为市场已进入一个注地阶段,而在注地阶段中市场可以向上向下很大幅度。 红浩的这份报告发出后,一些跟踪红浩的市场人士产生了理解分歧。 有观点认为,红浩转向乐观,也有观点则认为,红浩依旧保持悲观。 红浩自己评价着,我对于去年是比较乐观的,但对于市场多数人偏向谨慎,今年肯定比去年偏好一些。 2450点基本上就在底部区间以内了,但同时,如果贸易争端恶化的话,我想市场对应的点位是低于2000点,摩底超一年,不期待微型反转。 对于当前的A股市场,红浩认为已属于底部,但他不认为会出现微型反转,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个长达一年以上的漫长摩底阶段,并认为漫长驻底才是最理想情况,期待微型反转并不现实。 红浩称,底部已经可确认,但底部与底是不一样的。 底是一个市场指数的最低点,而底部是一个区域。 他在展望报告中称,从历史上看,中国股市摩底可以持续一年以上。 红浩建议,投资者不应该试图捕捉市场最低点的底,一方面是,所谓的底只能是红浩, 后印证,而且,往往是事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。 另一方面,即便是出现了很深的底,也可能只持续几天时间。 就算投资者有完美的远线,FuzzFight也无法捕捉,因为低点出现时间太短了,投资者更应该做好漫长底部的准备。 一个真正牛市的形成必然是来自盈利的持续扩张,而不是来自估值水平的扩张,前者原子企业基本面的变化,后者只是来自流动性,以发的情绪变动。 即便市场心情好,给出了更好的故事,但企业盈利跟不上来,市场还是会下去。 这就是为什么底部的注底时间总是很长的,2003年到2005年的两年注底,对应一个6000点的牛市。 2013年到2014年6月一年半注底,对应一个5000点的牛市,底部的区间越长对影的后市越高,这个是有根据的。 洪浩也对一些市场人士期待的微型反弹进行了讨论。 三张表的家庭,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,杠杆率已经这么高了,居民房贷还垮下家庭总收入的百分底39%,已经回到2007年和2011年水平。 而2008年和2012年都是中国经济比较困难的时候,这个时候产生大牛市的概率不大。 在我看来,那些期待大型微型反弹的人,骨子里都是非常悲观的人,因为他们想的是反弹后打一枪就跑。 这样的心态下,投资者一定是努力追求最大个股,不再有心思钻研企业基本面,不再关心的产生这样的投资心态下,对人的投资价值观有很大损耗。 那么投资者在底部应该做什么?在一个真正的底部区间,你会发现全场五折,住,仅为修辞手法,不管什么东西都很便宜,全场一个价。 这个时候就是选个股的时候,当你有一年至一年半的时间,处于市场底部时,你要去考虑未来五到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,这个才是最大的利好。 红浩建议,投资者应该从对热点事件,例如贸易战,回归到基本面的关注,2019年市场的焦点,会重新回到经济的基本面,市场现在对贸易战的关注度已经过犹不及。 周期视角,中美短周期的下星合力,红浩显然偏好与量化的分析方法,常在其报告中,放置大量数据图表,其中较常见著报告的分析模型,包括股占收益率模型, 长期量化配置模型,长期量化配置模型,以及近一两年被较多展示的周期理论。 红浩认为,中国与美国均存在一个三到四年的经济短周期,其中中国已展现了五个非常清晰的短周期, 2003年到2006年,2006年到2009年,2009到2012年,年和2012年到2015年,以及从2015年第四季度至今的,即将要完成的周期。 在展望报告中,红浩认为,从2015年底到2016年,年初左右开始的三年周期明显已经达到顶峰并且正在逐步探地。 在未来几个月里,经济放缓的势头可能会加剧,并变得更加明显而愈发引起市场共识的注意力。 因此,虽然市场已经触及顶部区间,但其复苏会受到海外市场波动的阻碍。 其中最明显的波动来自于美国,关键是美国的短周期也到了下行阶段。 中国周期的这一下行阶段,像好与美国3月5日年短周期的后期下行阶段相一致,这将是动荡之计。 在另一份中美周期的专期报告中,洪浩认为,一旦美国经济在2019年前几个月,完成目前的3.5年短期周期, 它将完成自2009年以来,持续了约11年,也就是三个时长为3.5年的短期周期。 这也代表一个选择期。 要么,2019年初可能是从2009年开始的持续了11年中周期的结束。 如是,全球衰退就会接踵而至,要么,当前有可能是自2016年以来的,新的七年中周期里的第一个3.5年短周期。 作为一个卖方文系师的乐观主义精神,在洪浩更倾向于后者,即一个自2015年末以来,重新换发活力的,新的七年中周期还有下半场。 但落实于市场影响,洪浩认为这个选择题,并不是那么重要。 洪浩对券商中国记者表示,无论如何,这两种情况产生的市场冲击是一样的,市场会致幅波动。 重要事件要发生,与报告中容易被忽略的一句话意思相似。 但无论如何,未来的日子里,将是乱与非读之时,又或者,洪浩在11月底的一篇媒体撰稿,会显得更加直白。 每隔几年,当美国和中国的短周期纠缠在一起时,市场和社会领域就会出现显著的波动。 如今,我们将要进入这个时期,重大事件和剧烈的市场动荡即将出现,试图反抗中美短周期同时下行,而产生的合力僵尸徒劳。 而今年中国股市的暴跌只是序幕,中国贩无价值投资土壤,FN更衣在小盘股出现。 作为策略分析时,洪浩要对每一年的行情进行预判,即便是在使用周期理论时, 他也选择研究短波与中波,他的理由是,长波长达60到80年,更长的周期多达100多年,用长波进行中短期资产配置,就像用大炮打文字一样。 不过,这位每年预判市场的策略师,却在采访中,表现对价值投资的高度认可,不是会引用巴菲特的名言进行佐证, 只是他认为大家普遍误解价值投资,且A股暂时没有价值投资者的土壤。 在今年5月份接受证券市报专访时,洪浩表示,去年所谓的大盘股行情只是大家集体抱团的结果, 大盘股不断上涨,吸引资金不断去追,因为市场共识版本大盘股等同于价值投资, 所谓的价值投资,在中国从未真正奏效。 为了反驳市场一度热衷的价值股,风潮,洪浩在2018年6月14日,甚至发布了一篇有趣的报告, 中国投机权威指南,认为价值投资在中国从未一直奏效, 估值作为解释股贩回报的一个因子,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,而且准确率非常低, 但小市值和价格动量的反转,是统计意义上最显著的因子,而且准确度非常高。 报告的结论是,在A股市场里,投资者应该投资小市值公司, 同时可以利用阶段性的价格动量逆转作为建仓的节点。 洪浩告诉券商中国记者,写这篇报告的用意, 一是认为在当时买篮球股并不是价值投资, 后市也印证了,今天就是杀百买行情, 腾讯可以大跌,茅台可以跌停, 二是衍证中国股市的超额收益来源, 三是取消对中小创的推荐, 理由是中小创可以有相对超额收益, 但在整个市场要暴跌的时候,中小创也没有绝对收益, 更关键的是,洪浩认为,中小创股的超额收益, 在未来了也会依然存在, 即便是假设A股的机构化程度大幅提升, 一个理由是,小盘股的超额收益, 在美国是一个长期现象, 已得到多年数据的验证, 另一个理由是,随着机构越来越多, 大盘股的定价效率会明显提升, 但小盘股更少人看,反而容易产生, 不过,这并不代表洪浩不任何价值投资, 恰恰相反,他表示, 我认为我是一个真正亿以上的价值投资者, 洪浩认为,大量投资者对价值投资的理解是错的, 价值投资作为一种长期投资策略, 在中国一直被误解, 许多人将低市盈率或低市净率作为价值的简险, 甚至认为大盘股市价值的代表, 可惜的是,股票之所以便宜, 多数时候是有原因的, 洪浩说,价值投资事实上很少人能去坚守, 如果你是一个聪明的投资者, 你希望越少人做价值投资越好, 这样你才有额外的回报, 真正的价值投资是, 用20块钱买100块价值的东西, 关键不是这个公司有多好, 而是你买的价钱有多好, 是在用一个非常悲观的眼光去挑选股票, 百万用户都在看, 却上中国是证券市场权威媒体, 证券是包弃下些媒体, 却上中国对该平台所刊赛的内容享有著作权, 否则将追究相应法律责任, ID, 黄商指, Tips, 在券商中国号页面输入证券代码, 简称, 即可查看各股行情集资性公告, 输入基金代码, 简称, 即可查看基金净值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, 哎哟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